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数月来中国一直在期待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将为放缓的经济指名通往增长新时代的道路 会议最终的结果是在周日公布了一项计划 包括从税收到宗教等方方面面的300多项措施 它重复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 比如强调政府对高科技制造业和科学创新的投资 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措施 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能够直接解决中国房地产价格暴跌 或破产开发商留下的数以百万计未完工公寓等问题的措施 许多经济学家曾呼吁采取全面措施 使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支出 但这份因一本大约为1.5万单词的文件 只是简短而谨慎地呼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中共的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产业政策 党承诺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 涉及从可再生能源到航空航天等8个领域 这些行业与中国实施了10年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行业基本相同 后者旨在用本土生产的产品取代高科技产品的进口 以作为国家推动自力更生的一部分 2013年的一项类似计划的有许多条款从未付诸实施 比如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 自那时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周日的计划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中央政府应该对国家的更多支出负责 该计划还提出了增加地方税收的方案 但对房地产税几乎没有任何提及 这份文件还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在周日的声明中 习近平警告称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 自中央委员会周四结束会议 并发表初步声明以来的几天里 人们对该委员会的行动是否意味着 中国经济政策方向的改变 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 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和沉重的债务 中国欧盟商会周五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经济复苏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维护社会稳定 这一点似乎没有偏离 周日的文件还显示出 领导层对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中央委员会要求努力完善产假政策 建立生育补贴制度 他还表示当局将文拓有序推进 渐进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并表示这一变化可能是基于自愿的 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 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虽然与法国等国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争议性努力相比 中国有关退休的措辞更为谨慎 但这足以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批评 许多这样的帖子很快就消失了 表明政府在积极进行审查 周日公布的文件还表明 习近平无意结束 对该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全面控制 他呼吁政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